俄罗斯某座重型监狱里 亿万富翁大胡子正在无聊的摆放着国际象棋 不久西装革履的老查出现了 他是俄罗斯下一任国防部长最有力的候选人 这俩人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靠倒卖武器里的放射性元素油赚得盆满钵满 后来两人因为贪心 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 从此两人分道扬镳 老查凭借强硬手段一步步走上仕途的顶点 并即将坐上俄罗斯国防部长的宝座 为了掩盖之前的黑历史 他动用关系把大胡子关进了监狱 坐了整整五年牢 最近大胡子终于决定展开反击 他以提供包含重要举报线索的文件为由 要求法院重新开庭 眼看开庭在即老查终于坐不住了 他找到大胡子 威胁他交出文件 不要做无谓的挣扎 可大胡子根本不为所动 老查于是放下狠话 绝对不会让大胡子活着走进法庭 美国中情局得知了这一情报 为了拿到大胡子手里的文件 阻止老查当上国防部长 他们果断派出中情局特工麦克 让他设法潜入监狱保护大胡子 麦克在当众除掉一名再陶醉犯后 顺利被关进了大胡子所在的监狱 他悄悄买通律师 成功被获准将和大胡子一起出庭作证 此时远在美国的老爹在多方打听下 终于得知了儿子麦克的信息 他自然不清楚麦克的真实身份 虽然他和儿子的关系一直不好 但血浓于水的亲情 还是让他下定决心 要去庭审现场一探究竟 辗转几趟车后 老爹终于来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可出租车却在半路上堵在了花园环路 为了赶上开庭 老爹决定下车徒步向法庭走去 此时庭审现场外已经是人声鼎沸 大批群众都对这次开庭表示不满 纷纷要求严惩大胡子 不久后 大胡子和麦克走下囚车 在警察的带领下向法庭走去 看到儿子熟悉而陌生的背影 老爹一时悲从中来感慨万千 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 有三辆轿车悄悄靠近了法院一侧 随着一声巨响 三辆轿车同时发生爆炸 巨大的威力将法院一侧的墙炸开了一道口子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围观群众也开始四三奔逃 就在这时 一辆军用卡车开了过来 从车上下来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杀手 他们从炸开的口子迅速拥入法庭 好在麦克提前一步在混乱中找到了大胡子 从侧门把他带出了法庭 在登上一辆货车后 他带着大胡子准备撤离 没想到老爹突然冲了出来 拦住了麦克的去路 老爹质问麦克到底在干什么 麦克看到父亲也很诧异 但此时哪有时间解释 他让父亲赶紧让开 可老爹根本不听 情急之下 麦克只好掏出手枪 这才把老爹逼开 然而 也就是这几分钟的耽搁 杀手们发现了大胡子的身影 立即开车追了上来 麦克见情况不妙 急忙开车逃离 双方随即在闹市街头 展开了激烈的追逐 见儿子有难 老爹也胡乱登上一辆汽车跟了上去 原本麦克只需要把大胡子送到指定地点 钟情局的飞机就会把大胡子接走 可因为老爹的出现 麦克耽误了几分钟时间 钟情局的飞机不敢久留 已经离开了原定地点 麦克只能执行plan B 要把大胡子带到路途更远的安全屋 然而 杀手的重型卡车也跟在身后 麦克的逃亡之路 注定会凶险异常 重型卡车以催库拉朽之势 一路横冲指正 多次挡住了麦克的去路 好在老爹及时出现 开车和重型卡车死拼 这才一次思维麦克解围 在经历波折之后 麦克和老爹终于摆脱追杀 顺利带着大胡子来到了安全屋 一名钟情局特工 正等候着他们的到来 此时的老爹才终于明白 儿子竟然既成了自己的衣钵 也成了一名特工 他终于长说了一口气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稍作休整 这名特工就要求大胡子交出文件 没想到大胡子突然开出条件 要求带上自己的女儿 一起离开俄罗斯 特工略微思考 就同意了这个请求 但文件并不在莫斯科 而是在鬼城切尔诺贝利 他们需要先去莫斯科的 国际大酒店拿钥匙 才能打开位于切尔诺贝利的保险柜 特工给了大胡子一部手机 让他联系好女儿 大胡子接到手机 立即给女儿打去电话 让他在国际大酒店等自己 没想到 刚放下电话 一旁的特工就突然中弹 倒在地上 接着枪声大作 大批杀手蜂拥着冲了进来 好在老爹眼睛手快 拿起几枪疯狂扫射 把冲进来的杀手逐一干掉了 随后 他们炸开了另一堵墙 从而顺利逃离了安全屋 再次躲过追杀的麦克 终于忍不住对老爹一阵抱怨 如果不是他拦住自己 耽误了那几分钟的时间 他的任务早就完成了 老爹知道 这是麦克在借故 发泄对自己的不满 他始终一言不发 任由麦克抱怨 我发现完 任务还要继续 麦克继续先带着大胡子 去国际酒店拿钥匙 再想办法离开这里 他们来到酒店门口 这座酒店原本都是大胡子的产业 但多年过去了 这里面的结构布局 大胡子也记不清了 就在麦克思索着 如何才能混进酒店 老爹却直接用钱 从一名装修工的手里 买到了一张门禁卡 他们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 轻松走进了酒店 在顶楼大厅 他们见到了大胡子的女儿 可老爹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就在大胡子拿到钥匙后 一群杀手突然冲了出来 把他们团团包围 麦克本想靠大胡子手中的钥匙 拼死一搏 可没想到 大胡子的女儿早就投靠了老茶 他突然出击把大胡子劫持了 失去了唯一的筹码 麦克和老爹也只能丢下武器 束手就擒 杀手把他们两个绑了起来 而大胡子则被他们强行带上了 等候在一旁的战机里 杀手头目留了下来 准备亲手除掉麦克和老爹 没想到 麦克悄悄拿出藏在裤腿里的匕首 挣脱了束缚 在一阵雷霆般的反击之后 几名杀手被除 头目却趁乱逃上了战机 等父子二人摆脱威胁 发现战机早就已经飞远了 就在麦克无比懊恼时 远去的战机突然调转方向 飞了回来 老爹意识到大事不妙 急忙拉着麦克准备逃跑 果不其然 战机还没靠近 就突然向麦克父子发动了袭击 强大的火力压制下 他们根本没有反击的余地 两人拼了命的四处逃窜 才最终捡回一条命 此时的麦克和老爹 已经伤痕累累 身心俱疲 失去了大胡子 麦克就开始自暴自弃 认为任务已经失败了 而老爹毕竟经营老道 他告诉麦克 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那就是去切尔诺贝利 和那群杀手来一场终极对决 这样或许还有完成任务的可能 在老爹的鼓舞下 麦克终于乘证旗鼓 再次恢复了信心 他们来到一家酒吧门口 麦克撬开了一辆汽车的车厢 两人惊喜地发现 满满一车厢都是武器 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两人开着这辆车 向着目的地及时而去 一路上 父子俩第一次袒露心扉 向对方说出了 埋藏在心底多年的话 两人的关系 也一点点开始缓和 没过多久 两人赶到切尔诺贝利 这里早就成了一片废墟 他们没花多长时间 就发现了一群人 正在一座废墟前四处警戒 毫无疑问 这里应该就是 大胡子存放文件的地方了 两人把能装的武器 都装在身上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一战凶多吉少 很有可能有去无回 出发前 一向不慎言辞的老爹 突然向麦克正宗道歉 他没想到自己 会无意间破坏麦克的计划 他只是想关心他 第一次听到父亲主动道歉 麦克经不住 眼角咀嚼着泪水 他其实并不怪父亲 一直以来 他都是以这个男人为榜样的 他只想获得父亲的认可 哪怕只有一次 他接受了父亲的道歉 父子俩也终于解除所有隔阂 开始意闷心思 抵于命前这群强大的敌人 此刻的废墟内 大胡子正穿着防护服 四处寻找保险柜 几番摸索 他终于找到了开锁的位置 在钥匙放进去 牛砖几下之后 一扇大门突然打开 露出了一间密室 密室深不见底 透露着一股阴森 让人望而却步 插手头目拿出辐射探测仪 长期封闭的环境 使里面的辐射强度严重超标 不过头目也早有准备 他派人带来了秘密武器 化合物274 它的作用是中和辐射 在274的作用下 密室里的辐射含量迅速降低 很快就达到了人体 可以接受的范围 随后一群人带着大胡子 走得进去 密室里堆放着一箱箱 摆放整齐的柜子 他们随手打开一个柜子 发现里面竟然是 密封完整的浓缩油 这些浓缩油 总价值高达10亿欧元 可头目对这些 根本不感兴趣 他命令大胡子 马上把文件找出来 不要耍花样 可下一秒 他就突然被大胡子 一枪处决 大胡子原本的部下 也迅速接管了这里 把老茶的手下 全都除掉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 大胡子的阴谋 根本就没有什么文件 他知道 只要让老茶 相信自己手里 有他的把柄 老茶就一定会派人 把自己救出去 快把女儿 故意放在老茶手下 潜伏多年 也就是为了等这一刻 现在 他重新掌控了这批油 也就有了 东山再起的资本 大胡子从头目身上 找到了一部电话 随即拨通了老茶的号码 听到大胡子的声音 老茶非常惊恐 可还没等他 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大胡子派出的一名杀手 就悄悄来到了老茶背后 轻松除掉了老茶 这任老茶去世的消息后 大胡子开始安排人手 搬运这些浓缩油 一直躲在暗处观察的 迈克父子 也察觉出了异常 一份文件 根本用不着这么多人手 来回搬运啊 迈克和老爹迅速潜入密室 顺利抓住了大胡子 逼问之下 大胡子还是向他们 说出了实情 两人听完 全都震惊不已 就在这时 大胡子的女儿 带人赶到了 双方立即展开激战 经历的薄杀中 大胡子趁乱向天台跑去 他的女儿则驾驶战斗机 准备去天台接应 迈克赶到天台 已经起飞的战斗机 突然向迈克疯狂的发射子弹 又是一番枪林弹雨过后 迈克终于除掉了大胡子 大胡子的女儿 因为报仇心切 也随着战斗机一起坠毁 葬身于火海 毫无疑问 迈克和老爹 再次有惊无险的活了下来 这对银汉父子 也必将迎来更大的挑战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